这是村里最漂亮的女人 名叫波波 刚从英国留学回来 还嫁给了村长的儿子 老公啊 想不到新界的酒吧还蛮有风格的 对啊 这里很漂亮 但是为什么这里这么多弱智人士 他们不是弱智 是色情狂 由于波波长得太漂亮 这些单身汉每天晚上蹲在村长家门外看戏 有个机灵的小伙子趁机卖起了烟酒 生意好到爆炸 这个矮挫穹有个高大上的名字 伟哥 伟哥每天早上都要坐火车去市区 看看店铺的生意 每次都会经过一个很漂亮的码头 那天他出去的时候 看见波波和村长的儿子一起出海钓鱼 可是当他下午回来的时候 却发现村长儿子钓到海里里死了 他的家人哭得伤心欲绝 把老公还给我啊 把老公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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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以后 剩下波波一个人 这些老公棍们再也没戏可看来 全村的气氛又沉闷起来 不过人们还是会在茶余饭后议论着波波 大家都很好奇他能不能守住我 会不会改嫁 人人都希望自己是那个接盘的幸运啊 可是村长是个非常爱面子的人 他派了两个保镖跟波波如影随形 谁敢飞翼他就会被保镖抱揍一顿 要是有哪个没长眼的敢对他动手动脚 那下场只会更惨 因此全村的老公棍们虽然都希望能追到波波 但没有一个人有勇气感真的付诸行动 直到有一天 伟哥从一个电话公司工作的朋友手中 拿到了波波房间的电话号码 他很想打电话跟他聊天 但又担心被他知道自己是谁 到时一定会被村长抓去进猪笼的 经过一阵复杂的思想斗争 最终伟哥还是鼓起了勇气给波波打电话 这是全村最漂亮的寡妇 自打村长的儿子死后 他就一个人独守空房 全村的男人都惦记着他的美 但迫于村长的威严 没人敢付诸行动 直到这天 波波居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对方一开口就问他有空吗 那是一个非常沉闷且无聊的男低音 波波问他是谁 对方却没有回答 本以为波波会直接挂断电话 没想到他居然饶有兴致的和对方聊起了天 伟哥说要给他讲一个故事 波波欣然答应 结果没想到对方讲的是一个女学生被绑架的故事 又惊悚又刺激 吓得他差点没叫出声来 第二天 波波气势汹汹的来到酒吧 想救出昨晚给他打电话讲恐怖故事的人 但其实对对方的身份 他根本没有头绪 只能一个一个的猜 可又有谁会这么傻主动承认呢 经过这次 波波总算安生了一段时间 直到一个星期后 波波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今晚他又失眠了 这时一个陌生电话又打过来 波波接起电话 果然是那天晚上的神秘男人 波波为了报复 决定也给他讲一个恐怖故事 说的是老师和一个学生合作 结果搞黄了价值术语的项目 最后受到惩罚的故事 没想到伟格心里扭曲 越是恐怖的故事 越是让他觉得好玩有趣 他一激动 就提出要和波波线下见面 波波有些担心 万一对方是个丑八怪怎么办 于是就先问他长什么样子 听着描述 波波以为他帅到吊渣 就同意明天见面 虽然两人关系又进了一步 但其实伟格内心很忐忑 他担心以他的长相 见面后 波波会认为他在诈骗 到时叫几个壮汉痛扁他 抓他去进猪笼 那就尴尬了 到了约定的时间 波波等了很久很久 伟格还是没来 因为他的内心很挣扎 挣扎过后他决定不去 一个人来到酒吧继续喝闷酒 就在这时 发哥突然慌慌张张的冲进来 这伙居然说他路过村长家时 因为野黑风高 不小心被波波缠住 疯狂的表白 怎么办 要不要报警 所有人都不信他的话 觉得他在胡说八道 只有伟格知道 他说的有可能是真的 也许波波是把他当成 那个打电话的人了 想不到努力了这么久 到头来居然便宜了这个傻子 伟格心中也有些苦闷 后来听说波波回到了英国 还嫁了个外国人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遇到喜欢的人就勇敢去追求 就算你有矮右错 也可以尝试一下 万一对方喜欢的是你的穷呢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有过暗恋的经历吗 后来成功了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